以后我们中国人要移民 应该是越来越难 即使现在已经移出去的人 以后在国外的生存 我估计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因为现在大量的中国义和团 出征海外大杀四方 就在昨天澳大利亚警方 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全球通缉一个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干下了什么 让人不齿的事情 真的是让所有中国人蒙羞 在8月27号 在澳大利亚昆斯兰州布里斯班 一个公园里面 有一个中国人用滚烫的咖啡 泼伤了一个仅仅9个月大的男婴 并且现在逃往海外 实际上就逃回到中国 警察已经去询问了 嫌犯工作的肉厂 据悉它的名字叫黄月 这是一个英文名 护照上面的名字 出生于杭州 护照签发地是山东 一开始是持旅游签证来澳大利亚 然后来转成学生签证 但实际上一直是个流动工人 到处打工 所以这一串疯狂的事件 发生证明中国人最缺的就是寒人量 虽然这个话说起来那么难听 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一个耻辱 有一位朋友给我发信息 西光兄麻烦你看看杭州是否有朋友可以找到这家伙的具体信息 如果能抓住此人 我本能出十万人民币 现在澳洲已经向全球通缉 但是这个家伙应该已经逃回杭州了 所以只有我们自己人来主张争议 否则以后我们中国人在海外越来越不受人待见 应该这位朋友可能生活在澳洲啊 因为这个人可能会对他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说他非常的愤怒 当然这位朋友的那种正义感让人非常的钦佩 但是我感觉也非常的无赖 因为这个人已经逃回中国 受中国法律的管辖 你肯定不可能去抓他 要抓他只能中国的警方 如果中国警方不管的话 你去抓他你就是违反了 你最多也就是可能查到这个人的信息 提供给澳大利亚警方 但是最终还是要通过中国警方来处理这个事情 据说很难啊 因为说中国跟澳大利亚之间没有引渡条款 大概率这个人可以逍遥法外 但是对中国的形象啊 对于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啊 这是无法挽回的一个损失啊 并且这种现象不是孤立事件啊 现在已经层出不穷啊 就在前两天 在瑞士啊也发生了一起 23岁中国男子在瑞士树立市 持刀砍伤三名男童 其中一个人伤势严重啊 真的 这种事件前不久啊 在深圳啊 又一个中国男子啊 杀死了一个跟着母亲去上学的日本男童 所以说这种现象绝不是孤立事件啊 而是一个 而是一个越来越蔓延的一个社会现象啊 到底中国哪里出了问题啊 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那种认知 首先啊 出了很大的问题 啊这两天在网上有一个就是一个91岁的上海炒股的老奶奶 啊因为股市暴涨啊 然后她来分析国际形势啊 暴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啊 呃非常红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年你股市长得现象还不独立了 是的 股市长的啊 我不知道股市长 股市长有得长呢 有得长呢 这次是一个大的生意 我们跟美国 目前已经达到六年了 我们这次生意了 整人的这个外资都进来了 国际上的市流动的资金进到中国了 要卖中国资产 大喊要卖中国资产 现在放到美国民情的这两条路 现在建设太新竹了 合股的已经出现了 他要再想把这些调整 那就加设 加设它的迷茫 第二条路 那就是美国会发动赠任 我们根本就不怕它 我们最近发现的是走几多点 发现成功了 进到这个情况 他只可就能迷茫了 他不敢发动资产了 我们也强到这三年 现在国际上这个流动资金非常多 都在恐慌 但是国际的形式风云并并没有 其实顾民朋友要引起注意 深重的学者 要相信自己的混动 相信自己的学者 千万不能罪到三年 实际上大家还真不要嘲笑这个老奶奶的认知 因为现在中国的90%以上的官员 学者 教授 社会精英 都是这样的观点 包括像我上次视频里面 我还引用了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扬 在中国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 一个社会精英 一个意见领袖 我以前看他的发言不多 但是上一次 他谈到中国充满的金融骗局 全世界的骗子都在中国 因为没人管 我觉得他的还敢于直言 还有自己的建立 但是没想到 他的认知水平也就这样 最近就看到一个关于他的一个视频 英语就是汉语下的蛋 美国迟早会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大家手机录一下 我跟中英文说一遍 发到视频号抖音号 绝对一千万点击量 手机拿起来拍摄 准备啊 中英文对照 我是李扬 我坚信 只要中国教育长大 美国迟早会成为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I believe So near or later America will become a separate part of China China will win 最近几年后 我明显发现啊 中国那种有自己 独立想法的啊 有见地的 那种专家学者越来越少啊 逐渐逐渐司马兰化啊 大家都向司马兰看齐啊 水平也逐渐无限靠近司马兰啊 实际上还有一位意见领袖啊 我以前也经常提到啊 叫陆克文 号称是中国三大意见领袖啊 也是粉丝上千万啊 就在前不久 我在他的账号下面啊 看到了一个他发的围头条 当时让我就很吃惊吧 因为以前看到他发的那些东西啊 都是什么大国崛起啊 民族复兴啊之类的啊 充满着民族自豪感啊 充满着民族自信啊 啊 但是他这一条啊 不同凡响 并且他还在下面说啊 这一段封我号我也不删啊 呃 他作为一个正能量的一个红人啊 为什么还有人来啊 删他的号来啊 删他的内容 哎 结果现在他这一段还真找不到了啊 因为有人当时把它转载了啊 所以说我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他说的什么内容啊 就是二十多年前 有些人纵容自安队欺负外地人 就是在广东啊 剥削外地人 他们手持铁棍堵住街道两端 查赞助证 一言不合 当场失调外地人合法赞助证 半夜像恶狗一样 砸农民房的门 查赞助证 门开晚一点就辱骂我们 他们还敢当街拿铁棍 殴打外地人 今年他们终于开始招报应了 呃 他的招报应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在最近啊 广东省东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啊 接受审查调查 也就是说被抓了 关键是这个人已经71岁了 已经退休很多年了 为什么现在才被抓啊 因为他以前劣迹斑斑啊 罪恶深重 深耕家乡东莞44年啊 那些什么治安队啊 什么联防队都是他搞出来的啊 以祸害外地人 让当年啊 去广东打工的那种外地打工仔啊 文风尚胆啊 犯下的那种罪行啊 我后来在网上看了一下 真的是令人发指啊 当年什么日本侵华啊 那种日军的暴行啊 我觉得跟这些人相比的话 实际上也不算啥了 我觉得后来啊 有一个大学生啊 本来有震荡工作 然后也是被送进了那个收容所 最后被活活的打死啊 遭到了产物人道的虐待啊 后来这起事件曝光了以后 全国震惊 然后从此以后啊 那个所谓收容制度啊 才逐渐啊 从中国逐渐消失啊 即使连陆克文啊 现在号称青年才俊 当然他也40多啊 好像一路是那个春风得意的样子 但是从他的心灵深处啊 也有一段噩梦般的记忆啊 因为当年他只是一个中专生啊 在广东也是一个打工仔啊 也是住在那种城中村 每天晚上啊 呃 担惊受怕啊 因为那种城管队啊 经常跑到那个 那个 所谓出租屋里面 来查那种赞助证啊 还把你抓到那个收容所里面去啊 那个收容所才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远 就是一个黑牢啊 没有任何法律可言 说抓进去的人 就是要拿赎金才能放人啊 你没钱的话 在那里抢制劳动啊 在那里什么 什么修铁路啊 什么工作都要干啊 干完以后啊 发现你 干不动了 然后直接 遣送回你的原籍 完全就是像奴隶一样来对待啊 所以即使像陆克文这种啊 充满着正能量啊 又是一个 好像蓬勃向上的有为青年啊 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啊 他也是充满着精神的创伤啊 这就是每个中国人的遭遇 在他的人生 成长的过程中啊 他去霸凌过别人 也被别人霸凌过啊 每个人啊 心理上啊 都有阴影啊 实际上每个人都受到过摧残 所以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他的精神是不正常的啊 都是精神分裂的 因为那种 年轻时候的那种创伤 会伴随他的一生啊 即使像陆克文 他现在这样春风得意啊 但是回忆起 从他的治理行间都能看出啊 当时的那种惨痛的经历啊 我都不敢带小孩到商场里面了 因为那种神经病现在太多了 就在前不久上海 中会中路猛超市 有男子持刀伤人啊 这个人被抓住了37岁 受伤者达到了18名 有三个人抢救无效已经死亡了 关键是啊 他跟这18个人无怨无仇啊 这个人是因为个人经济纠纷 专门跑到上海来泄愤的 你说这种神经病啊 你焉有头再有主啊 谁欺负啊 你去找谁上仗啊 但是在中国人的字典里面啊 他就不懂什么叫报仇啊 他连报仇都不懂啊 所以对于我们想移民的中国来说啊 以后面临的局面啊 就非常的艰难了 你移民海外吧 因为这些医护团的存在 以后中国人在海外 肯定是不受待见 甚至会遭到很严重的歧视 因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啊 完全超出了一个正常人的 甚至比恐怖分子还要可恶啊 你说本拉登他发动恐怖袭击 他也没说专门针对婴幼儿啊 这是完全懦夫的行为 连恐怖分子都嗤之以鼻啊 但是这帮中国人专门干这种事情 所以说以后的话真的是 中国人可能在海外的形象啊 连那个恐怖分子都不足了 以后你移民海外的话 免不了啊 要遭受严重的种族歧视啊 另外的话 你说你待在国内吧 现在国内那种神经病也越来越多啊 就像在新闻里面说的 那位受害九岁男童的母亲啊 生活在恐惧之中啊 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但是他后来听说啊 这个中国人已经逃回到了中国 他长输了一口气啊 这个恶魔终于离开了澳大利亚 但是这个恶魔啊 现在就在国内啊 并且像他一样的恶魔啊 是一抓一大把到处都是啊 这种神经病越来越多啊 你待在国内你更不安全 所以你到底是走是流啊 真的是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